大家好,我是凯莉,我是美国弗洛里达州的房地产经济,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房地产买卖,房地产管理等一些基本知识,希望大家有问题在这里提出来,我和大家共同解答分享。 这是Lake Range的一张大的地图 总共有几个建筑,总共有18个 那么呢,第三和第四,我今天要着重来讲 第三和第四是55 plus community 是55岁以上的老年社区 OK,第三在这里 Crash Wind 然后第四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儿 Dellweb 很多的湖泊 这些湖泊你不要以为是真正的湖泊 因为佛州这个夏天的雨季非常的大 每天的下午四点来钟就要下雨 在夏季的时候 所以佛州的雨水一定要有流淌去的地方 所以各个新开发的小区 就一定要挖这些人工湖叫做胖的 英语叫做胖的 这些新开发的小区 一定要挖这些人工湖 而且这些人工湖一定要 每个湖都要通的 地下都要有一个很大的pipe 很大的流通的管道 这些湖面都一定要在一个level 都要在一个水平面上 否则这个湖高水位 那个湖低水位就不行 所以这个开发商开发的这些土地来建造房子 一定要把这个地基打得高一些 所以新开发的小区 就很少有那种被水淹了的房子 所以所有的小区都要有这种排水沟 一定要因为佛州 再说一遍 佛州夏天有飓风 有很大的降雨量 一定要有排水沟 否则每家每户都会淹水 所以他这个土地的高位一定要高出海平面 越高 你这个房屋的保险越会便宜 因为你所有的都达到了标准 就说这房又不能烙又不能被淹 就说安全安全 所以呢 这边呢 是这个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 Legu Ranch的 整个开发的一个 这个地图 因为这个城市是新开发出来的城市 城市的房子都是新建的 所以这个小区正在开发 有18个开发商 在这里开发 盖房 这里就是Legu Ranch 在University的北边 这是University 北边都是Legu Ranch 但是呢 University南部的这一边 这是Shallville这里 有300万的房 现在也没准到了200万了 所以它的地块 最贵的地块 卖掉是80万 一个地块是125 称于宽度的是72 因此 面对湖的 湖景的地块 是80万 所以地在涨价 现在在这边开发 这边卖掉之后 会在新的开发 这个湖面上 各个的大的建筑商都在这边开发 所以这个Legu Ranch 这个Community 会越来越繁华 但是它还是在I-75的东边 所以呢 在城市就是以Toto为西之西的 这些地块越来越少 但是离海边越近越好 因为比较方便去海边 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爱好啊什么的 但是要想住在好的大批 大开发地块的那些小区 那就要付出比较高的价钱 如果想住在湖边 你家的后院就是一个大湖 就可以划船 就可以划快艇的 就是在这儿 大家好 今天是19号4月份 2022年星期二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这一块是什么呢 是Legu Ranch 是这边 这边的开发商的一些新房 New Construction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这上有几个 我们来试试多个呀 我们来试像的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 比如的是Taylor Mauritian The address The location It's over here The price 价钱在42万6000 42万090块钱 这个斜了门了 它订的价是这样的 然后它的地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 地图在这里 也是很偏远的地方 在72号向东开很久 到这里 那么这边是75号公路的东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概距离 从这儿到这个海边 开车大概要20分钟 所以从这儿开到这儿 也能10来分钟 从41到这儿 再从这儿到这儿 差不多的距离 大概开车10来分钟 大概开车10来分钟到这里 它的价钱 42万6000 090块 3个百中 3个box 我们再来看它的具体的照片 那么它是Taylor 所以它的价钱 是这个样子 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Taylor One car garage 对吧 One car garage 上市15天 Under contraction Presentative photo edit ReadyDecember 12月份才能进攻 1373sqft of living space 3种2.5 bus One car garage 继续看照片 我们有很多东西要介绍 所以大家如果 想详细看 你就要按暂停键 在我们的视频当中 你再仔细琢磨 我们现在的内容很多 就要快速浏览 这样呢 大家都会节省时间 好的 看下一个房 第二张 把这个色去掉 也是同样的一个地方 它的面积是1555 估计它的样板间会是一样的 就是说差不多的 告诉你这些东西都可以按暂停键 OK 这是第二个样板间 也挺漂亮 现在的新房多数都大理石台面 我搞得很好 诶 有这个laundry room吗 有个lake views吗 是不是 继续看 OK 看下一个 这个呢 也是属于什么 villa 这个是villa 在哪里呢 sarsota morning mist 看一下它在哪里 具体位置 同样是这个小区 OK 因为价钱比较低 所以这个开发区 在这儿开发的 不过这边都是一些 这个大片的farm 或者是 这个地块都很大 所以这边风气也好 人会比较少 但是这边都是波尔夫厨厂 波尔夫俱乐部 很漂亮 这边也都非常漂亮 地块都挺大 这些都是地块挺大的 然后这边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很好的手区 有的都是有gated community 这些都是到夫俱乐部 非常漂亮 再来看 这个它的样板间 有没有 有 这个门是这样的 进来就是厨房 然后是这样子 属于villa villa就是两家共用一道墙 这个装修的upper 比较多 所以在你选择的时候 要量体采用 根据你的资历 资金能力 它这个墙是灰色 现在比较流行 这个灰色 这种墙灰 因为那个白色有点 就是太普遍了 所以就是designer's color 这个好像是大号门 你看这个 这个屋里属于那种墙灰色的油漆 这个洗衣房 有这个laundry tub 洗衣房里的有的水池 是一般都大号 这种呢 就叫laundry tub 它的水池叫laundry tub 有朋友在我的这个微信当中留言说 什么叫laundry tub 我什么样的 我就告诉他是这样的laundry tub 就是在laundry room洗衣房里的水池 就叫laundry tub 然后这是草图 就是这个地块的这个情况 1533 square feet 54万7 它在哪里 我们再看 对 还是在这个小区 ok 但是这是vila 刚才那是townhome vila就是一层楼 townhome就是有二层楼 这个的车库呢 是两个车库 townhome就是一个车库 这个vila就两家 共需要一个墙 然后它是一楼 这叫vila 可能也有vila 是二层楼的吧 所以这是这个 然后这个是bredenton 可能也是这个lake cool ranch那边 但是它给这个城市叫做bredenton 对我想到了是在64号的附近 这个呢离75号公路呢还小 现在大片的土地都像这边的countryside 像这边土地大大面积的开发 所以这边土地很多可以开发 这些城市能越来越像这个农村开发 因为海边的地块 海边城市 这些地块越来越少 所以越开发 这些房的 这个技术也好 北战啊 还有这些新的这种设计 房屋设计一些 大理石台面啊 出柜啊各种样式的新的 版本就出来了 就说本老式的话有所 会有所不同吧 所以这个在这一块 ok 在64号下到 然后进来 这就是这边的 开发商再开发 来我们再继续看它的样板间 没有 只有五张图 再看下一个 第七个房 这个是多少钱 57万9 是什么 Town Home桌了 两层楼 两个车库 18444ft 来看一下 让板间 这个地砖是这样子的 然后有个二层楼 这也是吹息一点 这个它这个后院的门 它是French door 也很亮 就是说不用拉门拉来拉去 就是你这一打开就是了 这个这个 这个Mastered bathroom 它这个Sink 是这样子 这个水 这个这个 开关也是很别致的 这个地砖 现在比较流行这种 像地板一样的地砖 而且呢 是沙滩 颜色 沙滩沙子的颜色 有的稍微灰一点 有的稍微算是 sand color 就是那种beige color 就是那浅棕色的color 就是那浅棕色的color 是大理石台面 然后是台下盘 Undermount Sink 它这个呢 这个 这边也能做人 这边也能做人 因为它这是个拐角 为了节省地方 它在这也可以做人 因为这个台面伸出来一块 对吧 所以它这个 这个厨柜也有 这个叫做什么 Molding 就是都是装置 这些都是upgrade 看在这边吧 可以的 我们继续快点 它这个是这个煤气的 煤气的炉子 比较好 我们亚洲人 做饭都喜欢火大火小 可以控制 烧出来的菜 比较香 这个是另一种 它这个地面是 这种纹路的大理 这个porsaline 还是这个大理石的地面 就是不同的upgrade 你想花多少钱 弄成什么样 自己在设计自己的房子的时候 都可以选择 钱多就买的好看点了 那你觉得地面不是很重要 我不想要这 什么都可以 有几种选择 各种各个不同的 开发商有不同的 选择的范围 好吗 这个客厅 这个是这样的 哦 它这个sink 是这种 这种不许光 signly stair 这也是这个laundry laundry top OK 这个是laundry room 看见了吗 所以这种laundry top 还是比较不错 我也在home depot也见到过 这个是什么房间 loft 这是loft 在这儿可以学习 都弄到大理石台面 所以这个金模金照 都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吧 所以不同的开发商都可以询问 那么你要想加这些东西 这种叫做frameless的 这个shower 这个door什么的 这种就是非常好清醒 如果你有那个frame 里头容易藏这个水啊 时间长就容易有水垢 所以就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这个的closet呢 walking closet 它这些都是这种 这个金属的这种架子 有的都是做成那种wood 就是有抽屉啊 还有这个什么的 就是要花多些钱 这个地面还是比较别致的 都可以选择 这也是frameless的shower 而且这个大花沙 双喷头记住 也许有的开发商是standard的 多加一个喷头 我原来在oregon的时候 多加一个喷头 多加540块钱 但是不同的开发商 他这个plumbing都要加钱的 有这些啊 还有线路啊 他要多做 所以呢 都是你们的自己选择 但是多加一个盆头 在你将来卖房的时候 都会得到更多的 比没有这样的房的人 会多一些钱 而且有些年轻人也好 老年人也好 愿意在一个shower room洗澡 互相可以帮帮忙什么的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feature ok 我呢 在oregon的时候 我的房 这个DR Houghton的房 就给我提供这个 我什么都不要 我都要加这个 因为他就等于多出了一个 shower room 就双方在上班的时候 哎 他俩都可以同时洗澡 就是不用fight的shower room 你知道 所以我这个房在出租的时候 都比较抢手 我的房很好出租 因为我的房 我的shower room 多出了一个shower head 就等于多出来一个shower room 所以洗澡非常的方便 又及时 这是一个跟大家多说几句话的一个内容 这是Tree ceiling 有的呢 加些花样什么的 不加花样 都可以 是这样子的 现在的房 为什么在这加个窗户量 并且可以在这放 这个一张大床 有的人 窗户比较大呢 这就没法放床 所以有些房 这么搞 也是挺有科学道理的 这是Pool 不要没什么多说的 然后这 是干什么的呢 好像是一个那个 fire pit 烧烤的地方 这边是烧烤的地方 这是clubhouse 这个外边 这个grill 这个好像fire pit 在那烤火的是什么 不太清楚 有知道的 可以 给我在评论区留言 给我更正 好了 这个的房 看到这里 看下一个 这是在64号公路那儿啊 大家记住 这个builder 是american commercial contraction llc 这个房有没有对 不是55岁以上的啊 但这个房是这个样子 同样的 这个房 DR Houghton DR Houghton 它这个位置在哪里 简单 和大家介绍 快1.2 因为64号 也是在这附近 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好像 好像在这边附近吧 反正很多地块呢 在一个地块有好几个开发商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 有些 就像show wheel 那个label range soul town 那个位置 就一个湖面上 有四家开发商 有两个base price 都超过一个million的 有两个 是 不是超过一个million的 是show wheel 和这个home by the town 在university parkway 就在这儿 四个开发商 show wheel 占一部分 红白的town 占一部分 那几个 我也不想说 因为base price 都是100多万以上 然后整个成交价 会200多万 这样的 买这样的房的人 不要少 所以我也不浪费的时间 在这儿有这个view 可以 Jazz ski 可以kayak 可以 在后面有dog 就是这个model home 在这儿就有个dog 就在这儿 这是model home 这是office 在这儿 停车场 这个是show wheel pouty home pouty home pouty home 这个builder 带得好 比较漂亮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样板间 继续快点 浏览 有没有好多东西 要讲 有要详细看到 你就要pause 这个视频 你自己在详细研究 也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 继续多了解我现在这个大家 先稍微的介绍一下 还像刚才的一样 继续来 这个是 这个mi home 这个的房型是比较漂亮 因为这个地方看起来挺大气的 OK 我们看 这个有空间 它这里要好平的 就是说 放什么东西非常方便 都是一个平面的 一个这个island 也是台下盘Undermount sink 主卧房的洗手间 主卧是地毯 这可能也会 这是frameless shower 只有一个shower head 这个shower head 是这么小 不过你都可以自己换 这个白色的这个瓷砖 现在好像也不太流行吧 不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 白色的 你看哪块有脏了 就可以马上把它擦掉 所以不同的人 一定会有不同的品位 这就是laundry room 有个laundry top 这个top还很大 在台上加这个laundry top 有它的道理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水很重 是否把这个sink给 压下去有听过这样的故事 就是说 这个台下盘Undermount 那个sink 这个水池子 是有道理的 这个garage 这个地面是epoxy 也是刷的 尤其这也是upgrade 加多少钱 具体各个开发商不一定 然后这个小的一个pressure tank 然后这个这个是breaker 这个就没有什么说的 有的那这个garage opener 外边还有wireless keypad 就是说你没有钥匙可以从这进家门 但是你这个garage door到走向garage的时候 那个门如果锁了 那就进不来 你只能进来garage 但是呢有一个好处就是garage 有keyless就是keypad wireless keypad 随时就是说你没有到遥控器 也可以在这keypad 我一般有有这样的garage 我都装这个keypad keypad的呢也可以做universal 到home depot可以配置一个怎么设计这个密码什么的 这些上的都有800或者是keypad的都有800的号码 你都可以给它program进去 这都是model home 那个加了satron 这个没有加那个satron 都可以加home depot 也有卖这些东西 加satron 铁矿子钉上去 把satron加上去 所以都是个人的选择 不用装这个装修工都可以做这些活 就是挤个铁矿子给它钉上去 然后把satron用专用的工具给它弄上 说起来挺简单的 实际也没有什么难的 大家可以作为这个diy do it yourself这些video youtube都可以看看可以自己装 这是这个 好了看下一个 这是I'm my home 它的地点在哪里 我们看了吗 刚才来简单看一下 它在75号的Fullwheel road上面 大概开车 五六分钟十来分钟就到这个位置 那么从这下到就进来了 然后这个 这个是有弧面的 但这个弧面比较小 不管怎么说 这些都是排水沟 排水的 所以所有的房 它们的坡度 像这边坡 然后这个水流到这边 整个小区是不会有哪一家 会被淹水的 新的小区 地面 盖的都比较高 佛州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 OK 这个的户型是这样 2022年盖 什么时候能结束 估计也是年底吧 这个1890sqft I'm my home 对 这个I'm my home 也在University 和Lacruise 有一个tong home 那个价位38万到52万 之间有四个户型 一会儿再来 可能今天不能说 下次再说 好嘞 看下一个户型 这个呢 是builder 是new community builder OK 然后我们看它的户型 只有一张照片 这就是他们的 给藏一点 然后它在哪里 继续来看 哦 这个图呢 我一定要分享一下 要不要你看到 对不起 刚才它好像都没有看到 然后它呢 是在这儿 它这个 70号 这是Bredenton那边 属于Lacruise range 然后在64 其实在64的南边下道 然后走到这儿 60万的房 这个房呢 没有户型 错过了 看人家的侧量 如果这个图又没错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也都有湖 海水什么的 下面再来看下一个房 这是还有40个 这个我们看过了 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像户型会大一些 继续看下一个 这个是哪里呢 67万 这个是Match Me Home 这个Bredenton的房 在42州的南部也有 看一下它的 样板间 这个房也去了 它的呢 房这个举架不是很高 也不是很大气 那和那个Porty Home 比的话 就 就逊色一部分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这两个Model Home 我都看过 各家都有不同的设计师 Staging 这个装置房间 然后有不同的Upgrade 在墙啊 还有Celing啊 各个不同 它这个砖好像不大气 我喜欢大砖 它这个挂的就比较少 它挂的这些 这个这个什么 挂的之间容易脏 所以呢 挂的越少 那么你看你的地方越少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每个人的这个品位不同 对这个 洗澡间的这个 这个砖的这个份啊 这个 有不同的这个Taste 所以 各自都有 可以看自己的这个 这个它的这个位置在哪里 还得继续分享一下 刚才都忘了 对不起啊 那个我从现在开始 已经意识到这个 我看到你们不一定能看到OK 这里呢 是72号 哦 它在这个75的西边 这边对 有开发区 这边都是Met Me Homes 那这个呢 就是说 在这边 它还有地方有开发了 嗯 嗯 这是在奥尼瑞 然后这边是 好像是Palmer No Blue Water Make Life 这边有开发商 继续来看 它的 这开发商是哪里呢 在 这开发商是Met Me Homes 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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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是它家的 它的房价是67万 但是最终的价钱 估计都要超过这个 一般最基本的话 也要加20% 那么它的价位估计在80万左右 如果全部完成 还有买地块的话呢 所以大家都要参照一下那些 这也要看过了 Lay Cool Ranch 这个呢 Builder是第二号层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样板间 这个房也好 挺大致的看过这个 它在哪里 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 它的地理位置 它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呢 我给大家分享这个照片 这个地图 在这里 再给它zoom out 在这儿 75号 64号公楼的70号之间 这块 就是Dear Houghton 整个Dear Houghton 拥有哪些地块 这个地块 我们刚才看了 在这儿左右 对吧 好几个开发商 所以呢 就是这个 然后再看下一个 这个也是Dear Houghton 它的户型不同 大概就它的样式都差不多 对吧 这大理事台面也挺好 能坐三个人 然后这边是 Dear Houghton 我拥有它这样的房子 三个窗户 对就是这样的 我家的房跟它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呢 是这个 就这样的房 天 Dear Houghton 就爱设计这些小窗户 它为什么不设计大的窗户在这儿呢 它为了privacy 因为那边还是一个家庭 它不愿意那边看着这个privacy 然后我用的小窗户在这儿挡着的 第二后腾他们愿意设计这样的房 哎呀 它的房我一看就能看出来 我拥有三个第二后腾的房 它是台上盆 这个性格在台上 我说实在的不是特别喜欢 Dear Houghton的房 他们的设计不如 The Suntex 还有什么 不知为什么 我住过Suntex Lennart 住过这个 对Dear Houghton 所以我对Dear Houghton的房 不过不能以外而认 它有好的设计 但是它这个三个小窗户 我觉得 不是要不然就做一面墙 要不然 这个三个小窗户 有的时候那阳光就射进来 正好射到你的脸 就比较难受 然后你这个窗帘呢 也比较难弄 不是难弄 就是不是很规划 我是这感觉 不一定大家都这样 再来看 这也是Dear Houghton 同样的地方 我们就向下走 这个房也看过 所以我们继续向下看 就是不同的 这个Flow Plan而已 这个呢 也是Dear Houghton的房 比较大 两层楼 三千多 Square Feet的房 第二号 这是台下盆 刚才那是台上盆 台上盆 台上盆 就是这个 它这个 这个这个叫 靠壳 这块很容易黄 积水 就容易脏 不太好收拾 干净的人呢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总差 那 不总差的人 就容易在这儿 流下水字 黄色的 就不太好收拾 所以台下盆 是比较容易清扫 比较干净 这个感觉 这个是 这个是 study place 反正这是一个 这个 后卫 它也有这个 大理事台面 有布局 这个搞的装饰都挺好 这个是 tree seating 这个没有加太多的upgrade 这个tree seating 这个 大理事台面 都挺好 台下盆 目前这个 sara 这个 他们的 想去的情况 好了 已经看完那个照片 再看下一个 哦 这个它在什么地方 估计还在一个地方 来看一下 对 还是在同一个地方 64和70号之间 走第一个大的block 第二个大block 这是第三个进来大片的开发小区 然后我们继续向下看 走到22 走到一半了 这也是第二号的 还是在同一个小区 它有不同的户型 不同的lott 不同的房在内 这个是哪里了 红白汤 其次69,000 红白汤 OK 看一下它的地址 红白汤 对 就是在小流附近 在这里 在这边开发 这边开发了 就往这边开发 就往这边开发 红白汤 在这 这个地方给卖 OK 这个地方拿购 76,900,000 然后它对的这一片 不是糊 而是一片这个 随着 随着 OK 然后它这边呢 那邻居 对面那邻居 是一片那个银子 后边也没有什么 这一块也不错 这块也不错 啊 再来具体看一下 它的情况 这个房 是什么情况啊 76,900,000 Base Price 红白汤 然后看它的 房后院有一个 有眼色色式样板间 Never Occupied Finish的April 2022 76,900,000 上市第一天 这房不错 这个房面积不是特别大 1700多 1743 sqft 总共的面积 加上外边 因为它也有游泳池嘛 这游泳池很漂亮 而且它这个叫做 这个Screen 这个很贵的 这个Lana 整个这一个 就得十来万 所以呢 它面向的都是树 对你的眼睛有好处 但你家的水 这个游泳池有水 有水 有山 怎么说怎么说 这个 比较值得拥有 这一片的房 多数都是160万的 所以拥有这一块 应该是太便宜了 现在 我介绍的朋友是2400多瓶 平方英尺的 那都是130万 你为啥要那么大房 够了 1700也不小了 看看它的位置 它的地块多大 0.15 物业费非常便宜 200多块钱一个月 然后对面没邻居 后面也没邻居 就两边有邻居 而且这一片 都是豪宅 这个真的很便宜 很值得拥有 这边的房都100多万 都100多万现在了 买到100万以下的 没有 这个房 想在这个小区住 这个 太便宜了 刚上市 第一天 有要买房的 赶紧和我联系 要抢房的节奏 哎呀 大家都不爱听 抢房这个字 但是好房有了 大家都在 哎呀弄了 你早点进去 别人就跟你竞争不着 人家就接受了 时间越长 跟你竞争的人越多 你价钱烘台的越高 所以呢 哎 所以 抢房就应该这样 估这里 一个很远更高 事静 如果当时 每个公司你都满 一个男一家 第10信 it's designed with the old, current, softer color, tons of gray, white cabinetry and wood-look tile floors. 對,現在這種 tiles is非常 popular. Impact windows and sliders, 8 feet interior doors. 这个大号门这个门是8ft The interior is light and bright featuring 9ft 4inches seating 有high seating,ok These newer homes are all kind of light 这就一看见了非常敞亮 不压抑 Additionally,a spectacular saltwater pool 盐水的用词非常好打理 And the picture window,screen in lanai 就是这个lanai是picture,screen picture window screen picture window screen in lanai,overlooking up permanent,preserved area 就说这前边不会再盖房的 Lake House Cove has a 7-acre amenity center That includes a resort-style pool a kayak boat house a finish center a cover-up house pickable courts boca ball court a dog park And the event long Waterside place featuring fine dining shops And the Sarasota Players Center With water taxi will operate from the boat house Directly to waterside place Directly to waterside place Lake House Cove is also only minutes away from university town center Superb shopping,fine dining,medical facilities,great schools And the Florida Gulf Coast beaches Hoa fee 看一下 才238块钱一个月 require了 一个月 OK 非常便宜的Hoa fee 那么 有 要 看的朋友尽快和我联系 OK 这个 估计马上会被抢 这个 是 Neal Community 我们也看过地图了 快快的走过一遍 说这个的话 现在已经是12点多了 半夜12点多了 这个呢 是780夫 要往这边走 是Neal Community 这个房的情况 我再和大家share一下 这个呢 就是 780夫 下到 然后这边拐 就是Neal Community 第一个的 第二个 第三个 Block 就在这里 然后这边 可以 走到 share 柳和 这个Lake House Cove 可以到这儿去 好嘞 我们再向下看 这边呢 这边呢 是 Branderton 这个Builder是新看到的 Mirror Cage Homes 它就是两层楼 还跟大家说一点 在佛州两层楼的房 不太建议 最近 很多Builder 也是从2019年就开始 有很多的Builder 一楼和二楼都是Block 为什么说Block好 因为佛州空气潮湿 一旦有屋顶漏雨 那么 White Wood 潮湿的木头 就是引来 白蚁的食物 湿的 湿润的木头 就是白蚁的食物 所以白蚁就会 侵入你的房子 从任何的道路 走到湿润的木头 去吃 这些是他们的食物 那么就会对 我们的房屋进行破坏 那么像这样的房子 这个就是木头的 底下都是砖的 像这种塞顶 是这种纹路状的 看样子就是 上面是frame hole 下面是block 所以这样的房 还没有 全都是block的好 所以和大家 再介绍一遍 但是瓦房点 的好处就是说 有一段的installation会是 屋子里会更凉快些 冬暖下凉的作用 但是如果上边脏了 你要进行pressure wash的时候 容易把这些砖网 不要打碎 然后你继续要买这种砖 来进行修补 而且人如果踩在上面 也容易踩坏这些 roof tiles 所以这些roof tiles 干完房之后 自己家最好留一部分 预备有坏啊是什么的 要预备一些 否则将来要在补瓦的时候 没有砖 没有这种tile进行 修补 明白这个 这个好像是地毯 尽量建议佛州的房 不要安装地毯 出租房也好 自家住的房 难免有些果汁啊 咖啡啊 掉到地毯下 下面就会吸收很多的 甜的东西 会引来白蚁 或者是自己的屋里的味道 不好除去 这个garage里面没有刷漆 可以自己加upgrade 进行修那些好的 这个garage floor 它这个门也比较别致 而且这个是tree ceiling 它这个tree ceiling呢 是这样的 没有进行这个upgrade 就是这样一个西领 有好多的一些房 都弄得很花哨 弄了好多的功夫 我觉得没有什么台必要的 但是有些人的品位不一样 为了自己夹弄得更漂亮 这些大花洒 这些弄得还挺好 有的我可以向大家建议 它这个就属于这种pen shower pen 然后在这儿dreaming下去 它这个属于frameless 这也比较好 属于upgrade 然后这个属于大理智台面 是台下盘 是这个undermount 但是这种呢 最好是因为它这个好像是二楼 最好是这个shower 这个pen呢 低于这个平面 如果有low啊什么 就不会影响这个 但是它这个如果是二楼 它好像也没有处弄 有些新房呢 做的好的一些工 工夫呢 就做的呢 这个因为它这个很简单 它就是这么一个pen 加进去之后 它在这儿上边做这个 我自己也曾经拆过一个 曾经我这个pen 就说有low的 所以说有些东西以前的 做的不是很科学 它往外漏 然后把这个墙呢 都给渗透了 这个潮的都长毛什么的 就是这种没有细有好 没有封好 它容易那个漏 我就不喜欢这样的showerpen 就是浴室的这种的 这个这种结构不是很 就不是分 分泌的特别好 这是我的经验来的 我把我的这个经验教训 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的地面 高于这个的面 就不好 然后如果low 最容易漏到这两边的木头之间 我曾经就有一个房价 我给修改了 因为它那里边的 这个风都不好 而且它非常的不科学 最近的 这有些风的都是挺好的 但是也有这种潜能 还有我在Oregon 那个Dear Houghton Home也是 就看那个楼下这个西领 也不什么毛病 然后最后我找一个plumber 他说见过这样的情况 就在这儿没有封好 他说呢把它靠一下 或者换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pipe 或者叫什么东西 给它更换一下 然后都给封好 就吸油好 就不会再漏了 然后我那个tenant 我那个房客就把它弄好了 再也没漏了 也敢在这个洗澡间里洗澡了 所以这是我的经验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laundry room 这一看就是loft 这都是地毯 然后这个墙都是不同的颜色 现在比较流行这种浅灰 但是我看很多人家是那种 沙滩那种海的颜色 那种蓝绿色也很漂亮 这是地砖 不是真正的地板 你看到grout 它的砖缝 就是很大 一看就是 这种砖非常流行 就是和地板 一种的style 然后呢 但是它是地砖 这种比较好 地砖呢 我就觉得在佛州 因为夏天的时候比较热 但有很多人 装那种vinyl plank 好吗 省事 滑一刀 一掰 它就能断 所以呢 在安装地板的时候 非常方便 但如果 有些人锅呀 热的东西掉在地上 容易给它融化了 虽然它是很坚硬 或者怎么样 但是有那种威胁 然后 我觉得地砖 就是这种tile tile在地面的砖 不要ceramic 一定要porseline porseline的话呢 就是它的密度 大于这个 ceramic的一倍 我去过home depot 那个销售员 小哥就跟我 介绍千万千万千万 地砖 不要ceramic 一定要porseline 我记住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 我特别的 在每一个我装修的方 我都要用porseline 非常结实 好了 样板间 我们也快看完了 我们再继续向下 这个的炒 都是新铺上去的 你看 它后边的 属于这样的 蓝奈 这一块 然后 这个小蓝奈 比较小 这是neo的房 你看 所以这个看完了 这是neo的房 还是第2号奖的 Mirror Taste Home Mirror Taste Home 明天上市场 7,993,000 sq ft 这个房还是比较便宜 这个房比较便宜 所以呢 我今天可以把这个链接呢 给发一下 全部的收一下 发到我自己的 电子油脚 然后谁要要 就继续的和我联系 这个是Taylor Morrison Taylor Morrison 我们看过 他在那个 他在那个地点 他在这个地点 在这个 72 和这个的指尖 Taylor Morrison 现在在这附近 OK Taylor Morrison 开车大概75下到17年就到了 然后这片都是大片的土地 大片的 就比较慌 这个比较慌了 但对面 高尔夫基的布 也都不错 向下看 哦 他的猫都没有看是吧 我们看过了 我们都看过了 这房也挺漂亮 这种形状很大气 很漂亮 我们看过了 所以我们继续向下走 这种形状很大气 都看过这房 这个是Taylor Morrison 还是刚才那个 对 还是那个弟子 然后 miss the lane 还是那个弟子 OK Taylor Morrison 只不过越来面具越大 越来越贵而已 OK Taylor Morrison Taylor Morrison miss the lane Taylor Morrison 这是哪里 Mick Orange 这是一个Condominion Condo 这是Condo 大片的湖水在这漂亮 它也不便宜啊 就是75,000 它是才1700 Sqft的 所以说 我刚才介绍的 那个 我说便宜那个 77,000 那个房 特便宜 有需要的 请尽快跟我联系 估计 等你们跟我联系 那房已经没有判定了 这个再稍微看一下 这Condo 湖面 特漂亮 对吧 这个很漂亮 这么一大片湖啊 这个是效果图 不是实景图 都是效果图 不要再看了 然后这个D字呢 在这儿 我们还有不几个房就完成了 我再和大家就继续这个 再继续分享 一些这个 这是这个的图 等一下 这个湖非常的大 University的北边 这也是University的南边 这个离这个 Leku Ranch的Town Center 非常近 在这边 盖一大片的Kondominion 所以呢 去这个Leku Ranch 波罗瓦的这边 就是Main Street的 Town Center什么的 大片的 然后 University 然后Leku Ranch 就在这一片 Leku Ranch 波罗瓦的这一片 都是大片的Town Center 什么的 大大的停车场 在这都是 这个 Leku Ranch Main Street 对 在这 Information Center 在这 然后这盖大片的Kondominion 所以非常的漂亮 这边的湖 哎呀 这个湖等着黄色的 就不像这边的 它是蓝红弯的 那这可能是因为开发 这个水就变成黄的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再回来 再看这个 想想看它这个 这个有两个 parking space 然后这是高级公寓了 Kondor OK 1700 sqft 这是第几楼呢 unit floor unit floor is the third floor 可以大家 看一看 这也是个公寓 这个是个Kondor 这个是Kondor 615 sqft 看一下 B-Rage 然后这叫做 Palmer Polawar 哦 它因为离子 75挺近的 并且它比较往南 在B-Rage 和这个Fuil 之间 所以这一片的海港 是已经成熟的 并且它的地块很大 OK 而且是Kondor 它地块多大 1.12米 OK 这个房 它在2018年的时候买的 60万买的 现在卖 165万 看见了吗 一下 就挣它100万 165万 对吧 刚上来4天 一定还会有人抢 为什么 这个地大 地大 非常有privacy 知道吗 地大 自己家的空间 非常大 和邻居非常远 而且后边的铺 非常漂亮 有眼光的人 就会赚钱 过了四年之后 三年之后 赚一百万 赚一百万 有一个outdoor kitchen outdoor的这个countertop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有个pool 有一个这个spar 那是这个fountain water 漂亮漂亮漂亮 非常漂亮 有眼光的人 永远能赚钱 胆子大 胆子大的人 而且思路 永远超前的人 双门 我是最喜欢 搬家具 特别的方便 不刮来刮去 费劲的 你这个道理推进去 直接进房门 这边是什么房间 这边是dining 然后 这个是living room 然后这边是lain 这是tree ceiling ok 风扇也漂亮 客厅 厨房 漂亮 一个字 美 它这个物理是地毯 有些人愿意要地毯 因为脚底下踩得比较软 比较舒服 但地砖呢 就说 比较好打理 处筑也好 技嘉柱也好 吊上的东西非常好 好清洁 这个是主卧室的 主 这个master bathroom 这是frameless的sour 吊耳蓉 一个喷头 这边没有开关 在这边 先早有个窗户 这个是美商量 这是套 非常漂亮 主卧室就是面对自己家的铺 主卧室还这么大位置 还能放一个喝咖啡的地方 这是frameless的sour door 没有铁块 所以 这个清洁好清洁 那里是台面 这个是loft 还是movie room theater room 还是这么着漂亮 两个大的西顶扇 这是massage chair 这好像是loft 对吧 刚才看的是这两个风扇 对 这就是loft 很大的房 然后这是另一个shower room 然后这就是进去的 然后车库在侧面 车库在侧面 在这边 我最喜欢这样的房 而且它是the corner lot 家里来客人 在马路旁边都能停大把的车 然后这个房 漂亮 漂亮 双门 双门 french door french door 44张照片看完了 然后再看一下呢 crash wind 这个小区是55岁以上的 也在lego ranch 它地底位置在这儿 这sarsota不对 它说的这些图 我看哪个 我看 这呢 就是crashwood 它有不少的builder 我应该看这个 这是55岁以上的这个地方 这是55岁以上 这是csrp csrp beach 然后这都是 这都是有大把的停车场 csrp 这是大面积的这个沙滩 非常的漂亮 ok 然后介绍这些 大家可以在这个 它这个网站上 在详细的看更多的内容 然后我也在那边和这个builder 都有联系好了 然后sarsota的重点呢 就是沙滩 所以美国number one 必须在这里 但是很多人到这里来推休 那么55岁plus呢 就把一些55岁以下的人 就拦在外边了 所以对于55岁以上的人呢 就有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条件 能进入到那些社区 而且没有一些小孩啊 那种年轻人的家庭 所以这个小区的人员 就比较怎么说 稳重一些还是怎么样 然后有这个theatre 我们在sarsota的一个 看点一些这个比较值得去的地方 Sainte Armand Circle 然后再往西走 走路就到到Lido Beach 这个呢是Ringling Museum 这是一个大家族 他家原来是casino 然后他家拥有一大片地 又从欧洲运过来 很多值钱的 在二战的时候 从那边买了不少这个文物 一些这个雕塑啊 美术的这些painting 这些这个造这些画 高级的名画 然后main street的也是 这个是Lakewood Ranch的main street 但sarsota也有一个main street 所以呢 这个是这个的小区情况 下一个小区情况 在Lakewood 在Lakewood的 Lakewood Ranch那边呢 也有另一个 这个community 是55岁以上的 就是 这个名字 Lakewood Ranch Dell Webb 我把那个页上了 Dell Webb 然后这个呢 是Quest Wind 这里呢 是Dell Webb Color Homes 是这个 Dell Webb Quest Wind Dell Webb 然后这个 Push Wind 的location 这个呢 是Dell Webb 这是Dell Webb 这55岁的community 只有这两个 是55岁以上的community 价钱呢 Dell Webb 是358,990 就是359万9的房 还有70万06千的房 他们这个之间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它的地址呢 是在6805 Dell Webb Borowar的 Lakewood Ranch 它电话是 它的价位在这里 OK 它电话在这里 它地址在这里 OK 大家如果想去看呢 我在那都有注册 然后提我的名字 就说 你看我的网站过来的 都可以 我的名字叫 Likong 好了 我们呢 现在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呢 的地址在这里 叫5063 Lakewood Ranch 然后你打电话也好 去的也好 也可以提我 今天 我们先说到这儿 等我有了实况录像的话 我再和大家继续 聊 OK 继续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点赞 订阅 转发 评论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